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、杨子在起献偶新作,角色人设量身定作,面你如初启动。 2022年,一部《名为余生、请多指教》的献偶剧进入了大众的视野,让很多观众直观感受到了顾位。 林之校这两个角色的美好与纯粹,也让很多观众深切体会到了肖战和杨子的演员魅力。 作为备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两大实力派演员,肖战、杨子以其经验多变的现代造型、细腻走心的演技表现。 松弛有度的台词处理,默契扬眼的入戏体验,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。 正是因为肖战、杨子赋予了顾位,林之校这两个角色有趣的灵魂,所以余生,请多指教这部作品才能火遍大江南北。 不得不说,肖战和杨子这两位演员配合默契,演技在线,细节到位,一看就是观众心目中的完美荧幕情侣。 今年,肖战、杨子终于迎来了二大献偶剧的好消息,据说还是成年男主势均力敌的爱情故事。 相信以两人独特的精准感和细腻感,肯定会赋予新剧角色有趣的灵魂。 网传念你如初这部现偶剧,已经向肖战、杨子抛出了橄榄枝。 该剧改编自小说入迷。 主要讲述的是名媚动人女演员和高冷自律商业精英之间齐逢对手,相互治愈的美好爱情的古装。 在念你如初这部作品提供,男女主小时候因在寺庙相遇,成为了相互惦记的好朋友。 成年后,两人再次相遇,却依旧忍不住动心,开启了高田的恋爱模式。 从剧情设置来看念你如初这部作品及其了暗恋、重逢、治愈等元素,肯定会让很多观众大饱眼福。 从角色人设来看,剧中的男女主形象,更是高度贴和肖战、杨子本人的性格特质。 在剧中,男主既是外冷内热、银鱼绿脊、精明能干的商业精英,又是一个温柔体贴、厨艺高超、大致若愈的完美男友。 如此有趣且强大的男主人设,肯定会无限放大肖战的男性魅力。 至于念你如初女主人设,更是极具反差萌,这个角色对外是一个演技高超、敢爱敢恨、古灵精怪、明媚动人的女明星。 生活中却是一个耿直幽默、细腻敏感的厨房小白。 相信以杨子的颜值和实力,肯定能赋予新剧角色有趣的灵魂。 再加上杨子、肖战又凭借着余生,请多指教这部作品积攒了良好的观众员。 这次两人二搭念你如初,肯定会碰撞出更多有趣的火花,给观众带来更多生动有趣的表演。 此外念你如初剧方还邀请到了侯文元、卢洋洋这两位宝藏演员,可谓众星云集。 一个是荷尔蒙爆棚的禁欲系男神,一个是自带文艺气息的甜美女神,两人强强联手。 肯定会为念你如初这部作品带来全新的看点,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